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向专制庄业妙徒 妙徒指什么 一般人听的 这个一点是指其落世界 你只说对了一半 还有一半在哪里呢 我们现前居住的这个地方就是妙徒 你那个境界一转过来 这个地方就是妙徒 虽不是真实的妙徒 这都是相似的妙徒 到西方极乐世界是究竟的妙徒 一向专制 这也就是能专业 只要你做到一向专制 我们现在这个图就变成相似的净土 就变成妙徒 静随心转啊 东静时代 云公大师在江西庐山 进东林念佛塔 在当时他们在那边念佛休息 他那边就是妙徒 为什么呢 每一个进去的人都是一向专制 我们本经讲的修行方法 修行的要点呢 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法普提醒一向专念 他居住的那个环境 就是妙徒 就是净土 正是古大哥所说的 心境在途径 这一个道场 人人都是清净心 人人都是异佛念佛 他这个道场怎么会不会变成净土 种种殊胜庄严 种种瑞相自然现现 感应不可思议 六道怎么来的 妄想分别执着并现出来 如果没有执着就没有六道 你还有妄想分别 没有执着了就没有六道 有妄想分别也没有了 那你就超越舍法界 舍法界是妄想分别变出来 你就超越舍法界 超越舍法界 你就进入一真法界 一真法界里面还有妄想 那个妄想很薄 已经不太耐死 但是还要断掉 妄想就是无明 华言经里面所说的 四十一瓶无明 统统断经了 那就圆满称福 这是佛给我们说明 六道舍法界是怎么来的 假的 能变的 妄想分别执着是假的 所变的境界 哪里会是真的 六道舍法界都不是真的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眼 你要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 错了 我们今天看到的一切是非 从哪来不是外头是非 不是人有是非 我们自己心里有是非 我们看到一切有善悟 不是外面境界有善悟 是我们内心有善悟 你能够回过头来向自心求 这正经统统得到 你要到外面境界上面去 永远没希望 所以佛法叫你回头 从内心去寻求 从内心里面去拥有公司 先本来千金六祖所说的 本来无一无何处人尘埃 你有个欢喜 那欢喜就是一无 欢喜就把你的心染污了 那你结局 你就成会了 成会是一无 也把你的心染污了 所以你心一动了 就染污了 如何能在一切境界里头 如如不动 对外面境界照得清清楚楚 镜子不动啊 镜子不染啊 所以佛法将我们的心 比作镜子 像大圆镜子 你看 专阿赖耶诗为大圆镜子 用圆满的镜子来做比喻 我们修行就修这个 为什么把这个世间 独相干的事情 拉拉杂杂的事情 放在心上 一定要学清净 清净有这么样的好处啊 真正知道过去 现在未来啊 前途是一片光明 世界 不管什么事情 听到也好 看到也好 通通不要放在心上 静如不静 温如无稳 时时刻刻 到尺尼电 清净心 人家可以做到 我们也能做到啊 做不到 心还是不清净 统统放下了 什么都不要管了 这样才行 什么时候放下了 现在就放下了 根本就不要理会了 心清净 深自然就清净 雨也清净 三夜清净 我们看这个画的佛像 我顶上 圆光上面呢 常常有三个字 这三个字是用梵文写着 它的发音叫 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深雨意三夜清净 清净就是 最重要的是心清净 心要怎样才能清净 要离一切职责妄想 佛在华言上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 借由如来智慧的相 坏者一切众生 本来成佛 现在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呢 他老人家把这个病根 给我们一语道货 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争斗 这就是众生不能成佛的根源 本来是佛法 所以千经万论 无量法门 修的是什么 学的是什么 不会去妄想执着而已 静宗的方法就是用一句佛号 就是妙计了 下手是支持名号 或执着 执着这个名号 用这个执着 托一切执着 一读公读的方法 就是从有门如啊 念到一切智慧都没有了 这句佛号也不智慧了 从有就有空 空有不二啊 空有是一不是二啊 这个法子妙啊 比起其他任何的方法 来得容易 所以说是一修难兴 这才是真实的重要 才能达到真正的美好 一句阿弥陀佛 决定不许可夹杂任何的往里 夹杂一心不乱是往里 夹杂着求生西方 也是往念 夹杂着我见阿弥陀佛 也是往念 夹杂着我要见个莲花 还是往念 所以一句佛号念到底 什么念头都没有 念到功夫成就了 亲亲经理 睿应自然心 现前之后怎么样 现前之后啊 还不要去理会他 金刚经常说的好 凡所有相界是失望 静如不见 根本就不动心 还是一直念上 什么境界心情 统统不要理会他 这就是庄严妙中 庄严重心 日常生活当中 厨师在人间屋 就是一个阿弥陀 待人就是你 阿弥陀真正不可思议 阿弥陀真正不可思认 中规定 中规定 中规定